瑞士年轻钢琴家泰欧盖尔基再度来台演出 这次他将带来在古典音乐当中有史上最难曲子之称的 拉赫曼里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 以及贝多芬第30号钢琴作名曲等 并且结合美食做工艺 也期待再次造访台湾的夜市 感受在地文化的热情与友善 陶醉的神情 他是来自瑞士年轻的钢琴家泰欧盖尔基 是金奖电影想飞的钢琴少年男主角 也是2010年德国波昂贝多芬音乐节的 贝多芬指环得奖者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今年是他第二次来到台湾 特别学了中文 要跟台湾的朋友打招呼 你好 我爱台湾 透过音乐还要结合美食做工艺 鲜嫩的牛排在铁板上自自作响 煮出大秀花式铁板料理 泰欧盖尔基也小露厨艺 用巧克力酱在餐盘画出五线谱 搭配音符形状的松饼 也令人好奇对他来说 做菜和弹琴哪一个比较容易 看上去烹饪的烹饪 非常有趣 我从来没有做到 这次泰欧盖尔基在台湾的两场演出 将带来蝴蝶音乐中 由史上最难曲子之称的 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 及贝多芬第三十号钢琴总名曲等 也期待再次造访台湾的夜市 感受在地文化的热情与友善 新唐人亚太电视成为模 李晶晶台湾台北报导